好 今天就來到沙田 跟大家尋找一下香港的情懷 大家猜猜我去哪裏 給大家提示 看不看得到在樹欄 其實我是去了一個文化博物館 雪來慚愧 好像我第一次主動來 令到我來的原因是因為這個展覽 滄海一星少 事不宜遲 我們就進去看看 GO 有金融館 原來還有梅艷芳的展覽 絕代芳華 待會再過去看 回到黃尖滄海一星少的展覽 去到2025年2月10日 所以大家有興趣都可以來 留意裡面只可以拍照 不可以拍片 很同意黃尖先生覺得偉大的作品要啞足共賞 泰國曲高和寡 其實很孤獨 小時候經常看的十大勁歌金曲頒獎典禮的獎狀 我不是很明白他奶和汽水的關係在哪裏 現場我還看了一些論文關於當時香港的廣告歌 還有其實創作盡量以自己的土地方言為主 完了黃尖前面就已經是梅艷芳的展覽 我們又進去看看 由於裡面不能拍片和拍照 所以就只可以在門口告訴大家 真的很值得看 再上樓上就有以前香港的流行文化 都值得一看 還看到以前中學經常看的YES 之後是一系列的玩具、機械人、遊戲機 還有雜誌 其實裡面還有羅文激光中戴過的眼鏡 張國榮穿過的高跟鞋 不過全部都不能拍的 大家來看看 最高的那層還有李小龍 不過版權所限就不能拍了 我先進去看看 裡面有說到她受訓的工具 她的一套哲學 以及她的工作是怎樣發展 都大開眼界 好 走完出來 初初打算是因為黃尖而來 沒有想到會看到李小龍、梅艷芳 然後張國榮、羅文等等 以前演唱會的戲服 還有六、七十年代 香港電影業怎樣蓬勃 怎樣籌款 另外有金融的一些作品的雕塑展 非常豐富 我在裡面游了很久 雖然不是很多地方可以拍到影片和拍照 但我覺得絕對絕對值得來 尤其是現在天氣這麼熱 要找一個室內的地方 冷氣 這裡就是最好的選擇 好 接著就到下一個景點 下一個景點 我就會走十分鐘左右 去到這裡再告訴大家 一會兒見 好 這裡就是曾大屋 我想來很久 但是很少可以來到沙鐵零瀉瀉 來探望曾大屋 所以這次連著文化博物館一起走 終於來到曾大屋 這個間樓成為村公所 在1847年動工起 嘩 真是不得了 屬清代文居 嘩 這個西北間樓是完全活化了 讓大家看看外圍 先看看 他在耕樓外加了一個頂 做一個停車場 旁邊就是公廁 以前一個很古舊的騎樓 難得的一級歷史建築 還有人居住 還看到古井 有沒有水? 是有水 到這位置遊客止步 所以我不進去了 還有一些很舊式的木樓梯 我們回頭 就別走 再一步 阿霞 我和阿霞 都需要 你不在脂肪 作詞 只要是 不自然 不自然 片峰 路 不行 寧石 連飛 哇,到了這個大府邸,我們進去看看 以前那些是不是轉谷的? 增三里,以前打石頭,然後就有點漁獲自負 哇,這裡是不同的祖先 眼前右手邊這位就是珍冠晚辣 曾經捐了一批巨款,被沙基灣天后古廟重建 好,那我們就走出去 又看到另一個古井 真大屋是少數一級歷史文化建築 之餘還有人居住 我剛才拍片的時候,也有很多人拿著膠袋和紋身東西經過 所以是非常特別的一級歷史建築 而在這裏的珍冠晚,其實跟沙基灣都有淵源 因為它曾經打石,然後找到鞋骨 於是就撞了在沙基灣的後山 好,我們沿著遙東村來,就在這裏找到一個墓 這個墓和沙基灣有很大的關係 這個究竟是什麼墓呢?我們一起看看 這裏叫珍氏福德公月 珍冠晚生於清家慶十三年,一百零八年 是江西的客家人 十六歲就和兄弟來香港 最初在茶果嶺石廠做工人 石廠倒閉後,珍冠晚用了僅餘的積蓄 在沙基灣開了賣食水和糧食的小店 專做漁民生意 珍冠晚在沙基灣開小店的時候 走來看著座山 因為他看到座山有東西閃閃閃 於是走上來才發現這個好地方 話說他在石廠工作的時候 在礦場模擬中發現了一副鞋骨 於是將他安葬在柏甲山的好月 墓碑就寫著 珍氏福德公之母 走來上山看下供奉 時間就如墳上所記 是渡光十七年丁有歲盲春月 即是1837年2月至3月 過了沒多久 珍冠晚的果報就來了 幾個原民在小店出售了十幾摁的鹹魚 之後他賣出了幾摁 偶然就發現剩下的鹹魚 按底竟然是埋有金銀 珍冠晚竟然發了一筆橫財 幾年之後1841年 英國人登陸香港 計劃將香港的中環建成 需要大量的石材 珍冠晚就看準了機會 將這一筆橫財 辦了一家石廠叫三里石巷 更加取得沙基灣石礦場的開採權 之後事業擴展順利 在渡光28年即1848年 他在沙田匿原尋德屋地 建立了圍村增大屋給族人居住 後來因為打風 天后古廟嚴重受到破壞 於是他捐了一筆錢給沙基灣的天后古廟重建 你見他不是裡面沒有人 是有人居住 有停車場 人們出出入入 是一個仍在使用非常活化的歷史建築 當然外面外圍 你還可以走到四處看看 但相當之靜 所以我剛才的影片 都是很小聲 是用手提電話拍的 沙田尋找香港老情懷 來到這裡 如果大家發現沙田尋還有其他東西可以走的 不妨留言告訴我 好 我們今集來到這裡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